基隆在地美食白白款 我們今天到孝山路商圈尋找美食 三角窗麵蛋 遠東水煎包 老牌紅燒排骨羹 阿本駁燒賣 我們一起體驗基隆小吃四選吧 大家好 我是土豆 我們現在在基隆這裡了啦 那我們現在所在位置是在基隆的孝山路 說到孝山路 這邊最有名的就是遠東系列的餐廳 而且重點是戲院歸戲院 周邊的美食歸美食 它這一條孝山路啊 我們從早上開始 就可以一路吃到在地小吃 吃到晚上去都沒問題啊 那等一下我們就找幾間 我們想要吃的 跟各位一起分享一下 孝山路店家表現會是如何吧 GO OK了各位 那我們現在來到基隆的三角窗麵攤 然後我剛跟他點了一份乾麵 還有混沌湯加蛋 我們就吃吃看吧 經典的島台咪 來試試看他桌上的紅醬 來試試看他桌上的紅醬 最後壹個面 這是 Wes 他這餛飩裡面的肉很鮮的餒 幹 这个饭没有将它煮到全熟 我觉得这个让人蛮惊喜的 吃完了 那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家吧 OK啦各位 那我刚买的远东水煎包回来了 然后我刚刚跟他点的鲜肉 高丽菜还有韭菜 这三种味道各三颗啦 我想说等一下我们吃一吃剩下的 我们就带回去当晚餐吧 我们先吃吃看 刚刚第一颗上面有白芝麻水煎包 它是鲜肉煎包 我们刚咬下去的时候 它的汤直接流满我的口腔了 好险它这个汤没有到很烫啊 怎么里面那么烫啊 虽然烫归烫 但是它鲜肉与胡椒的味道 混在内馅里面 这个味道表现是非常的香啊 接下来我们来吃吃看黑芝麻的这一颗 它的内馅除了绞肉还有韭菜之外 它里面竟然还有豆干耶 我觉得它加入豆干是可以适时的提升 跟这个煎包的嚼劲 这还蛮有巧思的呢 那这个表皮上面什么都没有的 就是高尼塞的 我觉得高丽菜口味的煎包 吃起来比鲜肉还要清爽许多啦 但是说如果你喜欢肉感重的人 建议你吃鲜肉就好了 因为它的高丽菜 它去中和了这个鲜肉的味道 但它整体来说不会那么的油腻啊 不过这个点这个真的是 见仁见智的啦 那等一下我们继续前往下一家 OK啦各位 那我们接下来来到红烧鰂鱼跟链 我刚刚走过来的时候 我就被它香气给吸引进来了 而且重点是 今天这一家有冷戏 我们来陪伴看它的汤 酸酸甜甜的汤头 与香菜的滋味综合在一起 红烧鰂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 你在各大夜市或是各地都吃到红烧鰂鱼 非常经典的味道 我们刚刚加了一点 已经让跟它美味的关键 来它比较鸡 是 是 有 有 可以 我 Yeah 它 有 豬油 它融化在口中的感覺 很香耶 而且它這個醬汁表現也是帶點 我們熟悉的甜味 這是非常經典的滷肉飯 我們準備前往下一間吧 那我們現在來到阿本燒賣了 我們剛本來是要吃我們之前直播 我介紹過的店家 但是剛好遇到一個觀眾 他直接跟我們指名說 來這家就對了 阿本燒賣 喔喔喔喔 現在可以去那間 來吧 燒賣 口感薄嫩的燒賣皮包著鮮肉的滋味啊 它這種大顆燒賣就是在基隆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非常經典的在地小吃啊 還有來到基隆小吃店吃個乾麵 OK吧 沒錯它這個就是經典的基隆乾麵了 我們來到基隆你不管到哪一間麵店吃 你吃它的乾麵都會有這種經典紅薑 大多數了 不管是桌上的吉古拉 燒賣 還有我們第一間吃的三角麵攤 他們都會提供紅醬給我們吃啊 如果你不建議吃一點甜的話 你就加看看 會很美味的 還有經典的基隆吉古拉 這個吉古拉它外型看似竹輪 可是它的厚薄度它是比較薄的 而且你吃下去的時候 你可以感受到它濃厚的魚漿味啊 但是如果你要稱它是基隆竹輪的話 其實也蠻OK的啦 還有它這裡面竟然也有餛飩耶 算說它這個餛飩好像只有一顆而已 OK啦 那我們已經吃完第四家所有東西了 我們等一下就去外面做結尾吧 OK啦各位 我們現在來到瑞芳這裡了啦 然後這我身後這才是工作室的新IG CLBCU瘋鳥 這台車除了車體輕盈之外 而且官方它公佈的油耗 它每公升汽油可以保60.9公里 還有這一定要給你們看一下 你看喔 如果你是個立車主會很困難的人 就這樣踩一下就起來了 它這台車真的設計了 我是覺得 非常的救手非常的棒 而且它比起上一台車 在這種基隆多山坡地形的地方 它引擎的馬力還有年輕程度 我覺得是非常的滿意啊 而且它這台車全車使用LED燈泡 我覺得在基隆某些山坡地段 沒有路燈的地方 這跑起來特別的有感覺啊 而且我們入手這台車之後 我覺得它給了我滿滿的騎車樂趣啊 比起上一台車我們騎了半年 我們的里程數才500多公里而已 我們這台車光入手一個禮拜就跑150了 你就知道這台車它帶給我多大的騎車樂趣啊 真的是很有感覺耶 還有各位你們看 如果上次10萬訂閱抽獎 沒有抽到擋泥板的人 現在這種擋泥板已經買得到了啦 我們會採用預購方式 如果喜歡想要的人 歡迎去購買喔 但是啊 如果你是一個完美主義者的話 我就建議真的就 看看就好了 因為畢竟它這種擋泥板 它的背面啊 真的是有一些凹凹坑的刮痕 還有甚至說它這個正面啊 也許它表現品質不會讓你喜歡啊 你看這個可愛的屁股搭配上蝦土豆擋泥板 多麼的可愛啊 而且你這樣擋泥板裝上之後 你可以在每次出門行車的過程中 都有蝦土豆陪伴著你耶 你各位 還不趕快跟上預購 不過OK啦 我們來說說我們今天吃基隆 孝山路商圈試選的想法吧 我會覺得說你來到基隆這邊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 我們基隆這邊在地的各種小吃啊 尤其是說乾麵真的是每一家麵店 必備的常勝均 尤其是我們今天吃到的第一家店 他們在地人的經典吃法就是乾麵 配上一碗湯 還有最後我們觀眾熱烈推薦的燒賣店 尤其是說它的乾麵 我是覺得說它調味 比我們前面吃到更加的豐富啊 雖然那碗麵它比前面那家店 還要高出一些價格 不過我是覺得說 它可以帶給我們舒服的環境 有冷氣吹的空間 吃了這個麵配了幾乎啦 真的是很舒服的一餐啊 我們今天吃完這四家 我們算是非常滿足啊 但是說如果你遇到沒有冷氣的店家 建議帶這種隨行電扇 讓它配著你吃飯會比較舒服啊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這邊 如果推薦的在地小吃 或是吃到飽餐廳 歡迎在底下留言告訴我 我看到就回覆了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訂閱加分享 也歡迎加入我們頻道會員 或是超級感謝各位支持我們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 請問當主題 不平時 Particip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